北京时间10月20日,今天对NBA常规赛,勇士最终绝杀了爵士,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,拿到了一场胜利。 今天勇士的对手爵士,已经彻底打疯了,他们单场就创造了两个球队记录和一项个人记录。 球队记录分别是,半场的21分的球队记录,以及全场19个3分的球队记录。 其中第二节比赛,他们就已经扔进实际3分,单级狂轰47分,个人记录则属于英格尔斯,他单人拿下27分加7个3分。 这都是生涯平高,但恐怖的是,爵士在魔鬼猪场打出了超水平发挥,却仍然赢不下总冠军。 最后时刻,勇士底心球员杰雷不可完成绝杀,要知道之前他可是绝世气疆,由他裁掉了他,勇士裁剪漏场人的。 不得不说,勇士体系可以给所有角色球员机会。 绝杀成功后,神奇的一幕发生了,一个达拉光着膀子从更衣室冲了出来,要知道这场他可是阴伤缺阵,结果就这样,还能穿着球裤疯狂庆祝,勇士更可能只是让他保险性休息了。 再看看场下的考献思,上赛季西部班军赛级别的球队绝世,全队超长发挥,还打不过勇士,光着膀子为一哥提醒所有人。 今周还绕了绝世一个FMVP和一个场均25加12加5的神兽。 如果勇士死亡六小全员到齐,别的球队还怎么打? 啊!